何况现在清冠1号可以说是看得到吃不到 在外面原价是1500 但是黑市却炒到5000元 根据卫福部所提供的资料 清冠1号每个月的产能有84000多人份 但是从去年12月1号到现在 将近半年的时间 却只有2540人能够请领到公费的清冠1号 也就是说在确诊的98万人里面 只有不到0.26%的人能够用公费申请到清冠1号 何况现在清冠1号可以说是看得到吃不到 在外面原价是1500 但是黑市却炒到5000元 那到底清冠1号每个月的产能 流向哪里有多少来提供公费使用 这个卫福部应该要赶快调查清楚 让有需要用清冠1号的民众 都能够透过公费来取得 尤其是弱势的民众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买到高价的清冠1号 所以卫福部更应该去照顾这些 弱势的民众的需求 现在保险公司要求居家照顾 一定要用辉瑞、墨沙冬或是清冠1号 才能够给付 这种要求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 对一般民众来讲 能够取得这些药物真的是非常困难 就像医师想要开清冠1号 可能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药品 所以我觉得用这样子的理由来刁难保护 根本是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一种恶行恶状 真的非常恶劣